押坏菜地之后 大树幼儿园放假了 熊大和吉吉一起去山坡上放风筝 哦 没了 哇 山羊爷爷的葱苗长得真好啊 当然啦 那可是山羊爷爷辛辛苦苦中的呢 狂风啦 熊大 抓紧啦 风筝被吹走了 我们快追 啊 在那儿呢 俺的眼睛 哪儿去了 我们快去找找 嗯 熊大 我找到了 你快过来呀 小心啊 吉吉 不要踩到山羊爷爷的葱苗 啊 啊 小心 熊大你没事吧 啊 没事 可是菜地 山羊爷爷肯定会生气的 我们把葱苗补好不就行啦 嗯 扶不起来呀 哎可以啦 怎么又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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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啊 我了这么久都扶不起来 啊 嗯 吉吉 俺想到办法了 哎哎哎 小心 哎 哎 试试这个 嘿嘿 起来啦 又倒了 哎哎 想想 对了 你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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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吹不倒了 那我们把其他葱苗也弄好吧 嗯 嘿嘿嘿 打工过程 哦 呦 嗯 兄大 这些葱苗看起来好像没精神啊 啊 哎 哎 要不我们给葱苗浇点水吧 小月亮妈妈种花就是这样的 鲜花浇了水后会有露珠 看起来会很漂亮的 哦 哇 哇 兄大 我们再多强点才会长得更好 好 嘿嘿嘿 嘿嘿嘿嘿 啊 姐姐 我苗都被水冲出来了 老师大就不浇这么多水了 哈 这一下可怎么办呀 咋的呀 看见山羊爷爷咋跟他解释啊 孩子们 早上好 山羊爷爷早上好 小月亮早上好 山羊爷爷 熊大爷爷怎么会呀 熊大爷爷 姐姐早上好呀 你们俩在说什么呢 没什么 那快走吧 你先走吧 还是你先走吧 山羊爷爷早上好 早上好 光德强 熊大他们呢 咱们还是等山羊爷爷走了再进去吧 承认 不承认 承认 不承认 姐姐 俺们还是 熊大 山羊爷爷知道了 一定不对咱们失望的 快走 快走 熊大快点 山羊爷爷 山羊爷爷 还要上课了 你们怎么害 山羊爷爷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两孩子 我 我的菜地 哎呦 哎呦 我的菜地呀 怎么变成这样了 这是 是 该不该像沈阳爷爷说呢 熊大 俺们玩捉蜜藏吧 不去 你自己玩吧 萝卜头你没事吧 没事 对不起 弄坏了你的笔 没关系 能修好的 嘿嘿 谢谢小叶莉 其实仇人错误也没那么可怕 鸡鸡 不是我干的 干啊来 是你啊 熊大 哎 把梦里接着画 不用管阿门 鸡鸡 阿门去道歉吧 啊 说不定沈阳爷爷 会原谅阿门的 不行不行 沈阳爷爷肯定会生气的 咱们不能一直躲着沈阳爷爷呀 嗯 本王子才不去 放了雪 咱们一起过去 老伯头再见 再见 走吧机器 沈阳爷爷 沈阳爷爷 熊大 本王子还没准备好 咱们明天再来吧 沈阳爷爷 您叹什么气啊 辛辛苦苦种的菜 都枯萎了一大片了 需要帮忙就说一声 你看 沈阳爷爷生气了吧 哎 还有办法 咱们就这么做 嗯 好吧 你们两个小家伙 怎么还没回家 阿门 阿门想和你一起回家 没问题 刚好顺路去菜地 要拿了种子就出发吧 沈阳爷爷 其实 其实 阿门想和你一起种地 是 我也去 好好好 跟爷爷种地去 沈阳爷爷 我帮你拿橱头 我拿种呢 好好好 这次我要慢慢的浇水 哎 哎 哎 忙完了 熊大 姐姐 山羊爷爷 哈哈哈 累坏了吧 今天啊 真是多亏了你们 啊 回去之后 山羊爷爷 一定让猫头鹰老师 好好地表扬你们 哦对了 还有你们的爸爸妈妈 哈哈哈 嘿嘿嘿 嘿嘿嘿 山羊爷爷 不用不用了 真的不用 嘿嘿嘿 熊大和姐姐 帮了爷爷大忙呀 这回 爷爷要奖励奖励你们 熊大 啊 啊 啊 怎么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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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其实您的菜地 是俺弄坏的 啊 啊 啊 还有我 但我们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山羊爷爷 我们不是故意的 原来是这样 别哭了 嗯 我们本来想弄回去的 但是没想到 越弄越糟糕了 山羊爷爷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哈哈哈 乖乖乖 山羊爷爷没生气 反而很欣慰 为啥呀 我们都把您的菜地给弄坏了 虽然你们弄坏了爷爷的菜地 但是你们帮爷爷重新种了菜 还勇敢地承认错误 山羊爷爷 我们会做个诚实的好孩子 嗯 好好好 你们的诚实 才是更加难能可贵的品质 哈哈哈 太好啦 山羊爷爷没生气 山羊爷爷没生气 哈哈哈 哦对了 这是你们的吧 诶 我们的风筝 谢谢山羊爷爷 谢谢山羊爷爷 不用谢 神奇的铁线帘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瞧 传达室门口放着一盆什么呀 嗯 山羊爷爷呢 嘿嘿 山羊爷爷早上好 好 啊 您在干啥呀 山羊爷爷要出门旅游几天 啊 那不是不能听您讲故事咧 嘿嘿嘿 熊儿乖 等爷爷回来给你讲个精彩的 嗯 哎 山羊爷爷 你这个给你 嗯 谢谢熊儿 熊儿 爷爷拜托你一件事 嗯 啥事呀 山羊爷爷 你看 这是我刚移植过来的铁线帘 你帮爷爷照顾几天好吗 嗯 嗯 一定好好照顾他 哈哈哈哈 好好好 中午的时候 记得把他搬进屋 避免暴晒 嗯 记住嘞 好了 快回去上课吧 山羊爷爷再见 哈哈 哈哈哈哈 熊儿 嗯 你又在帮山羊爷爷照顾铁线帘呀 是啊 你看 多美呀 哇 花疼好长啦 我听妈妈说 铁线帘的花疼长长了要织起来才行 这样才更好看 织起来 嘿嘿 好了 原来是这样 谢谢小月亮 小二 我去上课啦 你要快点来哦 嗯 等会儿见 下课喽 看铁线帘去 呵呵呵呵呵呵 照顾的多好 嘿嘿 熊儿 一起来玩捉迷藏吧 嗯 来烈 嘿嘿嘿 玩捉迷藏去喽 八 九 十 我来烈 嗯 鸡鸡毛毛 啊 在那儿 嘿嘿 找到你们烈 嗯 一只鸟 啊 别藏了 快出来 鸡鸡毛毛 别多了 快出来吧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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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藏了 快出来 嘿嘿嘿 嗯 鸡鸡毛毛快出来 俺不找了 俺输了 啊 啊 原来你们藏在这儿 我说咋身边总有草丛 原来是你们 本王子这么聪明 你当然找不到了 嗯 你们赢了 啊 好热啊 本王子现在要去喝点水 然后找个凉快的地方乘乘凉 妈妈熊啊 咱们走吧 嗯 走烈 啊 他怎么了 走 我们去看看 哎呀 都捏了烈 咋办呀 先浇点水 等等 先别搬 不用费着力气 你看 现在就要下雨了 正好给铁线连浇浇水 嗯 鸡鸡王子说的对 可是 没事儿吧 走 咱们下棋去 快点快点 再想想 快点啊熊二 我好大呀 走烈 走烈 我们赶紧去把铁线连搬进来 哎 别着急啊 这盘棋还没下完呢 可是外面在刮风呢 铁线连不会受伤吗 嗯 没事儿吧 铁线连肯定会觉得很凉快 下完雨 再吹吹风 别提有多舒服了 嗯 说得也是 我们继续 耶 俺赢了 不行不行 再来一局 俺去看看铁线连咋样了 呃 你等等我 哎 咋会这样 铁线连被风吹断了 熊二 你先别哭啊 咋会这样 熊二 你咋哭了 熊二 你没事儿吧 嗯 崩把铁线连都吹断了 啊 刚才外面雨下的多大呀 我以为 不会有事儿的 你应该把铁线连搬进去的 熊二 别伤心 俺再给你弄一盘新的不就好了 不行 上羊爷爷回来 肯定会生气的 咱们把这两截 接起来不就行了 可是断了怎么接起来呀 这根本不可能啊 嗯 嗯 接起来 哎 有办法了 熊大 这能行吗 当然啦 鸽子医生说过 长可天能保护伤口 啊 一点都不牢靠 王头强 那咋办呀 呃 这个嘛 你们在这干嘛呀 啊 啊 怎么都断了 都怪俺 没有照顾好铁线连 我看 还是想山羊爷爷主动认错吧 嗯 不行 俺答应山羊爷爷 会好好照顾他的 嗯 嗯 啊 大家别担心了 让我来试试吧 小月亮的办法吧 嗯 嗯 啊 啊 熊啊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啊 俺有点害怕 啊 要是小月亮的办法 不管又咋办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 咱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可是 哇 熊儿熊儿 你快看 哇 姐姐连居然没事 太棒了 小月亮的办法 真管用 走 熊儿 咱们去玩吧 你先去 俺还要浇水呢 那你快点啊 嗯 真好玩 熊儿 蜡蜡头 小月亮 熊儿 放学了 一起回去吧 浇水呢 你们先去吧 那我们先走了 走开走开 都长杂草脸 哇 这不热的天还长得这么茂盛啊 好熊儿 放学了 铁线帘的花真好看 山羊爷爷一定很喜欢 孩子们 山羊爷爷回来了 山羊爷爷 你们还好吗 山羊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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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快来 你看 啊 你们这是 山羊爷爷 对不起 俺没照顾好铁线帘 不过小月亮 叫俺 把折掉的花藤 这样接了起来 真的管用 铁线帘 又活过来了 嗯 铁线帘的生命力 可是很顽强的 这样处理是对的 你们可别小看了这些不起眼的植物哦 譬如说小草 你看它们的身躯多柔软 却可以穿过坚硬的土地 还有沙漠里的仙人掌 也能克服缺水的恶劣环境 顽强地生存下来 來 爷爷给你们带了点心 太好了 别急别急 大家都有份 啊 不懂装懂的吉吉 熊大凯特跟吉吉 答应了山羊爷爷 周末要帮他采摘蔬菜 凯特 嗯 走啦凯特 快点呀凯特 来啦 啊 凯特 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呀 啊 这个呀 这个是不倒翁 是我爸爸送给我的 好可爱呀 哇 好多蔬菜呀 摘菜喽 好 嘻嘻王子 你知道右边是什么瓜吗 本王子可是什么都知道的哦 嗯 两边好像都是黄瓜 一个长一点 一个短一点 啊 长的是大黄瓜 短的是小黄瓜 哈哈哈哈 这是丝瓜 短了才是黄瓜呢 你过来看看 这个是丝瓜 虽然呢 长得像黄瓜 但不是 鸡鸡 你该不会不知道丝瓜吧 谁说的 我知道那是丝瓜 短的是黄瓜 短的是黄瓜 本王子也说对了呀 嗯 哈哈哈哈 熊达 鸡鸡萌萌 快来帮帮我 哦 来了来了 土豆 咋没看见土豆呢 本王子来告诉你 鸡鸡 你快告诉我 快告诉我 刚才本王子弄错了 这次我得让熊达知道 本王子弄很多东西 嘿嘿嘿嘿嘿 姐姐 你说啥呢 呃 没说什么 啊 看不见土豆是因为 因为还没长出来呗 是吗 那当然 我们给它们多浇点水 土豆喝饱了就出来了 嘿嘿嘿 土豆 你可要快点长出来哦 乡达 鸡鸡 嗯 鸡鸡鸡 你在干嘛呢 啊 快停下 你们浇那么多水 会腌坏土豆的 啊 可是不浇水 土豆咋长出来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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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是长在土里的 姐姐 你不是说它还没长出来吗 本 本王子跟你开玩笑的 嘿嘿嘿 嗯 终于摘来了 嗯 鸡鸡王子 熊大 我还有事儿 剩下的就拜托你们了 嗯 交给俺们吧 再见 再见 熊大 姐姐 快来帮帮我 咋了凯特 刚才干活儿的时候 不小心把不倒翁给挤坏了 别着急 让俺们看看 材质应该是塑料 好轻啊 还有弹性 好像是空性的 有什么办法能修好吗 嗯 这个 这个不倒翁看起来跟我家的皮球一样 应该也能挤好吧 要是我修好了 他们一定会崇拜本王子的 嘿嘿 还是让本王子来吧 姐姐 你会修吗 当然 没有本王子不会的东西 哇 你们看啊 要是让他恢复原样的话 就得挤 不倒翁是空性的 还有弹性 是不是跟皮球一样呢 哦 我家的球扁了 也是被我一挤就好了 不倒翁应该也差不多 嗯 有道理 嘿嘿 看我的 哇 啊 怎么会这样 啊 没事没事 只要 哦 只要在几家底部就能恢复了 大概能行的 啊 啊 我的不倒翁 啊 姐姐 你真的知道怎么修不倒翁吗 啊 这个 哼 笨王子就是会 嗯 姐姐 啊 我的不倒翁 啊 我 我 我 对不起凯特 我不应该不懂庄董 弄坏了你的不倒翁 没事没事 我会让我爸爸看看的 应该能修好 哈哈哈 走吧 嗯 嗯 我们还要把蔬菜 拿到厨堂室里分类呢 走吧 姐姐 嗯 嗯 哇 你们应该可以修好的 为什么失败了呢 凯特 我的全部分好了 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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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姐姐 你做得真快 还有需要帮忙的吗 凯特 没有了 都差不多了 凯特 我想起来有事 要先走了 借下你的不倒翁 嗯 姐姐 没有 也没有啊 这里也没有 姐姐 需要老师帮忙吗 哎 猫头鹰老师 您来了真是太好了 猫头鹰老师 您知道怎么让不倒翁恢复原状吗 是 这个 哎 可以用热胀原理啊 热胀原理 热胀原理啊 就是 终于完成了 凯特 熊大 你们快跟我来呀 哎 姐姐 这是要干啥呀 来了你就知道了 姐姐 姐姐 小石套哦 不怕 我戴了隔着手套呢 姐姐 你要热水干什么呀 嘿嘿 哎 哎 凯特的不倒翁 嘿嘿 现在是本王子施展魔法的时候了 啊 等等 姐姐 你这是要把不倒翁放到热水里去吗 是啊 哎 你可别把它又弄坏了 啊 放心吧 这回我可是查了资料的 你们就看着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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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原状了吧 啊 我都不当我好了 我 鼓起来了 姐姐 你真是太厉害了 嘿嘿 那是当然 我加些冷水下去 再拿起来 哇 真的好了 姐姐 你终于是用了什么魔法呀 快点告诉我 姐姐 哎呀想知道 这是热胀原理 热胀原理 对 所谓的热胀原理 就像我刚才那样 把不倒翁放进热水里 它肚子里的空气被热水加热 就会膨胀 使不倒翁浮起来 恢复原样 哦 嘿嘿嘿 姐姐 你可真厉害 没错没错 嘿嘿 其实我也是去问老师 才明白的 姐姐 你终于不会不懂装懂了 嗯 嘿嘿 ah 嘿嘿嘿 优优独一下